于迪是他超一品亲王妃的秘符 绣画质型 吓人捧得出来 层层为他穿戴上 他抬着头 手轻轻地拍着肚子 似是在安抚孩子 梳头的工人 不敢去瞧傅明华的脸 只是静静地为他梳头 为止挑了些香膏在指尖 顺着发丝一划 那发丝便十分顺服 内里添了甲鬓 再将两鬓往甲鬓上一压 便搏出两鬓来 越发显得傅明华脸庞似巴掌大了 九朵花钗 一朵一朵粘在头顶 以纯金薄片镂空制成 走动间一晃一荡 明里动人 他穿了鱼笛坐在那儿 气度高雅 令人不敢直视 外间软叫已经备下 碧蓝扶了他起身 薛嬷嬷跟随在一旁 看了一眼他的肚子 欲言又止 昨夜里 好不容易止住了他的呕吐 才将答应过 不要如此操劳 却没想到 昨夜一宿没有睡好 早晨这样早 便一番折腾了 娘娘 薛嬷嬷 看了他上脂粉之后 燕若桃里的腮夹 傅嬷华握着薛嬷嬷的手 上轿时 手掌冰凉 正还要劝他 傅嬷华却奄然一笑 不必再说了 碧云从小服侍我 心部的人想拘的不是他 只是想借他 来打我的脸罢了 他上了轿坐定了 薛嬷嬷站在轿外 隔着薄薄的沙龙 看他坐了下去 哪怕是轿中并无旁人在 他依旧是压了鬓脚 理了衣脚 坐姿一丝不苟 我若不去 带不出碧云来 将来我府中的人 岂不是都要任由 戎土嬷拿捏了 碧兰正在吩咐婆子起叫 一再叮嘱 小心一些 深怕将他给晃到了 薛嬷嬷看着他 挺得笔直的背脊 抬得很端正的下巴 侧脸看去 明眸好齿 性格却是 外柔而内刚 不知怎么的 他就想起了 已经故去的 赵国泰夫人崔氏 宫里早前薄室的 正太后 傅明华的性格 与他们何其相像啊 旁人看到的 是他风光无比的一面 只是薄嬷嬷心里却想到了 地位越高 责任越大 刑部里 刑部里 左萧继军大将军朱怡春 率先领队开路 早早得到消息的魏贫楚 却躲了起来 接见傅明华的 是刑部郎中 陆长元 傅明华从教中下来时 陆长元领了人 正候在刑部大唐之前 这也算不是冤家不剧头了 梦里的碧云 因另一个傅明华 被许下了 与陆长元的婚约 而奔逃至江州 却被捉了回来 如今傅明华 与陆家两兄弟早无纠葛 碧云却仍是隐差阳错 落在了陆长元的手中 他在陆怀尘出世之后 极恨掩椎 一心一意 为戎图鹰办事 形势很准 很得戎图鹰的赏识 如今已经是刑部之中 私刑郎中 长的是五行之法 是从六品下的官职了 傅明华下来时 陆长元穿了一身身绿官袍 站在刑部迎她 阮叫停了下来 站在轿旁的二等丫鬟 打了帘子 碧云伸了手进去 里面伸了一只 骨肉匀称的御手来 白如玉碧无瑕 陆长元心性坚定 自小熟读四十五经 并不会受美人这一只手所引用 他年纪已长 心中唯有家国大士 妻子兄弟 此时傅明华伸出来的手 他只看了一眼 便将头低下了 却不知为何 想起了自己的发漆许事 时时操劳 心中便没来由的一尽 傅明华从软教上下来时 整了整衣裳 平心而论 这位出身自 长乐侯府的长嫡女身上 不沾半点 傅家里的庸俗之气 他的母亲出身 书香门地的 士族江州 对他的影响很大 无论外貌与气度 礼仪 都配得上自己的 兄长 陆长燕 可惜就是眼皮太浅 世俗之气太重了 再加上他嫁人之后 秦王烟锥 又害自己杨叔留下的 唯一血脉 陆怀尘 使得陆长元心中 对于傅明华的感想更差 当即垂谋 忍住了眼中的厌恶之色 只可惜 传承了好的皮笑 外表 再是超凡脱俗 内力 不过也是庸俗不堪罢了 不知秦王妃到来 下官有失远迎 陆长元只是眨了眨眼 便忍住了心中的感受 上前一步行礼 傅明华盯着他看 久久没有换他支起身来 刑部官员各个满头大汉 自然知道傅明华所来 是为了何事 今晨一早 萧继便领着秦王府的人 来了一回 说是府中 有人被带来了刑部呢 只是当时 刑部里未凭处在 命人将秦王府的人 三言两语 打发回去了 原本以为居的不过是个下人 那至此时 秦王妃却亲自过来 当下一干人等 心中十分紧张 却是低垂着头 维持行李的姿势 不敢有人发出声响 魏平处呢 傅明华问了一声 连与陆长元 说废话的机会也不给 直接便开口发问 当日 蜀王燕信大婚之日时 四皇子府中竹林里 陆长元便已经领教过一回 傅明华的性情了 此时看到神态傲慢 便不卑不亢地直起身 回道 刑部侍郎魏大人 公事繁忙 他话里亦有所指 又不是每一个人 都如内宅妇人一般 无所事事 还有功夫为了下人 大张旗鼓来行步 也实在太过嚣张了 傅明华却转过头 懒夭夭地看了陆长元一眼 微笑着道 陆大人 我让你起身了吗 陆长元初始 还没明白他话中的意思 等到回晤过来 傅明华说了什么事 陆长元一张轻瘦的脸庞 顿时轰得一下子 仗得通红 气得唇上咪虚的微微颤抖 紧抿着唇 一时说不出话来 俗语有言 是可杀不可辱 可此时 傅明华当着刑部一干人的 竟出言羞辱他 论身份地位 一个是超一品亲王妃 陆长元 不过是个从六品下的 刑部私刑郎中罢了 地位 又如天壤之变 而不论身份地位 男子 与一个妇人计较 也实在是显得 小题大做了 不知情王妃 前来行步 有何事 需要下官效劳 效劳 傅明华 看了公手行李的 陆长元一眼 反昏了一声 这位在两三年后 在家地重用之下 前途不可限量的人 此时神情阴郁中 带着隐忍 那幅对他有些不大奈烦 却又不得不强行 忍耐的模样 看得傅明华 扯了扯嘴角 你有什么能为我效劳的 昨夜里经无谓 捉了我府中的人 听说 刑部魏品储 扣押着我府里的丫鬟 不放 皇上建三省六部 设刑部诸官员 是为百姓办事 做皇上的眼睛 审案件 明冤情 成犯人的 不是每年国库 拨了大笔的银子 为了养你们 来与一个女子为难的 他说话温声细语 可是陆长元 直到此时才真正领教了 傅明华那张嘴的厉害之处 不比能以 笔杀人的文人 莫可差呀 魏品储早知他要来 一早便躲了 此时留了刑部 其余人在这里 被他训得面红耳赤 抬不起头来 王妃此言诧异 实军之路 忠军之势 既领受皇上隆恩 自该为皇上 劫心尽力的办事 不以势大 便隆重其事 不以势小 便放任自知 犯人难说 有大奸大恶 大恶者 未必写在脸上 大善者 也未必 出于弱小 陆长元 读书多年 一张嘴 自然也不容小觑 明明扣押 碧云 乃是小人之举 偏北他说的 郑重其事 仿佛中军报国一般 傅明华忍不住笑 所以陆大人 可查出了什么端倪了 他温生的话语 让刑部一众官员 都觉得脸上发烧 陆长元 却神情平静 就是没有查出什么端倪 所以才 越发要严查 一旁 碧蓝抬头 看了陆长元一眼 眼里露出恨色 陆长元 却全不在意 黑沉着脸 只当没有看到 陆大人 可末期我妇孺 丈夫又不在洛阳 便拿我当 无知小儿一般糊弄了 唐绿令中 分为绿 令 格 事 唐绿十二篇 我也略有言读 粗小绿令 俗话有言 捉贼拿脏 我府中的丫鬟奴仆 乃是属于我的私产 若是犯事 也该先通知我 所犯何罪 其罪大小如何定论 该受什么罚 都有条律法规 不是捉到人 随意栽赃罪名 先扣押刑无赖之举 驱打成招之后 再扔入大牢 他语气淡淡 陆长元心中冷笑了一声 嘴上却毫不相让 昨夜捉到的贼子 萧锦时分仍在外行走 已是犯了错 金无味捉到人后 带到刑部 有什么不对吗 没有不对 不过 大唐绿力偏欺 曾对盗贼偏 有言 萧锦之后带回的贼 也分数等 带不带刀 有没有闯入空门 进的是庭院 并或是内室 都有影响 身上有无携带 特殊珠宝首饰 钱财不博等 对于盗贼的罪名 都有定论的 那不知我的奴婢身上 刑部的人搜出了 极许财物 闯入了哪家空门 带了什么样的武器 让十六位中 负责洛阳的巡逻金无味 都惧怕不已 如临大敌 带回刑部 严刑拷问 甚至不让王府 消极将人带走呢 傅明华语气严厉 每说一句 便上前一步 陆长元又慌且烦 他年岁不大 气势却足 步步逼来 有理有据 陆长元心中清楚 金无味捉拿的人 是秦王府 带来刑部 不过是找个油桶 寻秦王府的晦气罢了 可哪知 傅明华为了个 下人不依不饶 甚至连着 秦王妃 平日遇大事时 才穿的余笛 都穿出来了 咄咄逼人 以施压的人 喘不过气来 昨夜里带走我奴婢的 是金无味中的谁 我昨夜遣出家仆 为的是妖人 赏我府中名话 如今王爷 虽然不在洛阳之中 但我依旧是皇室之习 莫非有谁 瞧我是妇孺 有心要欺我不成 傅明华走了两步 转过身来 冷笑着望着面前 这一杆站着的 刑部重臣 神情严厉 立即将昨日 当值的金无味带来 我有话要问 众人被他气势所舍 一时间不敢出声 刑部侍郎魏平楚 又早知他要来 一早便躲开了 刑部尚书 更是借口调查 林少徐之死 逼到了大理寺 此时诸位大人 躲得躲 闪得闪 留了陆长远在此处 被傅明华 呵斥得面红而吃 火冒三丈 却又质得咬牙强人 您到底想问什么话 不过是个家奴而已 傅明华听到陆长远 这话 先是笑出了声音 仿佛听到了 什么笑话一般 笑得眼角泛泪 陆长远脸色铁青 慧嫔楚临走之时 曾吩咐过他 秦王妃若来要人 允他便是 不过是个下人 扣不扣留无伤大雅 原本就是为了 讨好戎屠英而已 如今人在刑部 待了一宿 出来不会有完好的 可是陆长远不甘心呢 傅明华越是想要人 他就越发想起 落入秦王手里 他是如今 早就死了的陆怀尘 当日 他的怀尘 落入烟锥手中 不知受过多少折磨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凭什么秦王府的奴仆 落入刑部之中 还能被傅明华 轻易地带回去 此时 傅明华的笑声里 带着对他的讥讽 他眼前抖了抖 后曹牙意识紧紧咬住 好扮上 忍不住要再问话时 傅明华才指了笑 目光落在他身上 以急缓 急折磨人的速度 将陆长远 从头看到脚 看得十分仔细 那种目光里带着 高高在上的轻蔑 仿佛十分瞧不起他 把他看低到了尘埃里 陆大人 才过去多少时间 你就轻而易举地 说出了这几个字 不过是个 家奴而已 傅明华收了笑意 说出的话 却让陆长远 如坠冰胶 陆长远忍耐不住 正要说话 傅明华却提高了声音 想当初 陆大人的父亲 不也正是旁人的家奴而已吗 轰的一声 陆长远脑海之中 仿佛电闪雷鸣 他手脚巨抖 一股寒意子脚底窜起 此时他的心里百味沉杂 有羞有恨 有怒有惧有慌 他的父亲 曾在前尘朝 静王杨元德手下做事 只可惜 当日为了保住救主血脉 陆长远的父亲 早早便回归了故里 与昔日杨元德的部下 不敢有往来 就怕暴露了行踪 保不住陆阳书的一条命 这个秘密 陆家的人认为 随着昔日靖王旧部 一一年迈故去 已经没有人知晓了 当初就是陆熙 陆家故里 周围靖林对此事也是不知 陆长远本以为 这个秘密自己将来会带进棺材 可没想到 此刻大庭广众之下 傅迷华却以一种极其羞辱他的语气 轻易地就将这件事揭露了出来 他就像是一个小偷 光天化日之下 好似赤身裸体 被人扒光了失重一般 他浑身哆嗦 知道这样的事一旦暴露 后果如何 不用细想 他也是知道的 你胡说 我陆氏加血渊远 先父乃是有功名的人 不容忍毁他死后清语 会有没有胡说 陆大人心中有数就是 陆大人何必如此慌张呢 前朝虽有剑籍不可入室之条例 不过 本朝太祖宽容 求贤若渴 早废除了士族选贤之志 血口喷人 你来刑部 就是为了羞辱朝廷命官的吗 我是家安七年的进士 是皇上亲点入刑部任职 先父曾言 我陆某人读的是圣贤书 行的是忠义士 他义正言辞说到此处 却看傅明华一手眼唇 侧顾了脸去 那眼中透出丝丝寒意 似不屑 又似鄙夷 等使他又是气得直等 陆大人学识如何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一首阿谀奉承的绝活 我却是看到了 也难怪了 当初陆大人能得老相公赏识 走到如今 步步轻远 也不是谁都能办到的 只是 我今日过来 是为了寻我府中的人 哪怕是依法查办 我想一宿的时间 刑部也应该查出 些许端倪了 否则 若是办事效率不过如此 我倒真要怀疑 刑部萧尚书 办事的能耐了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哪怕陆长元 被他奚落得怒火中烧 但也唯有忍气吞声 手一挥 照了人出脸 王妃有令 你们还不快去查 把杂传开 文章 杏料 刑部